杭州警方发文通报网红殴打孕妇事件,称萨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违法行为已基本查清,公安机关将对杨某伤情进行鉴定后以法对案件做出处理。 日前杭州一名孕妇在微博上控诉称,拥有超过300万名粉丝的网红萨雅殴打至仙兆流产。 孕妇在微博上称,她已怀孕32加州。 7日晚,她和丈夫牵狗散步回家,被萨雅的法国斗牛犬猛扑,丈夫为保护她用脚将狗踢开。 萨雅立马上前指责,随后双方发生口角。 萨雅的母亲也加入了进来不停辱骂和诅咒肚子里的孩子,之后还和女儿两人一起撕扯孕妇的头发,狠推她的肚子。 最后,据该孕妇称,迎冲突中受到对方不断的言语刺激,以及肢体推散,她当场呼吸急促倒地,被紧急送医。 期间被冤方警告有高风险流产征兆,丈夫签下了多张病危通知书。 9月10日,王思聪也在微博怒怼殴打孕妇的网红萨雅, 丑陋的心灵会变得一文不值,看到她妈那泼妇样我就懂了,从小就没人好好教她做人。